對,口中的客套,同家負到沒有朋友 這裏反明是負吧,小小的出戀意 不要緊,負到沒有朋友,負到有朋友 嘩,這個真棒 第二集我覺得,其實是盛接第一的 他有個主題,第一集是說初戀是不會有結果的 但其實他要反迫這個論點,其實是有結果的 第二個主題就是戀愛和工作方面都失敗 很生氣,很煩惱 其實就不是的 他有上一季風格,每一部分單元認識每一個戀人 和上一季一模一樣 但是你說小野自錄那一部分 他交代了,加一些小事件,說一起去慶祝生日 上一季沒有的,人之間有什麼問題 第二季加一些小事件 接著去到吉野,吉野片 就是正式貪牌 因為上一季就說只有誰 阿佑 一個劇隊回來,點回樓朋友 應該說這次阿佑已經正式和吉野表白了 因為他其實上一季還是很曖昧 吉野都不知道阿佑對他喜歡他的 其實都很明顯 但是吉野很遲頓 阿小鳥是知道的 但是吉野真的完全很遲頓 但是他之前不是親了,阿佑和小鳥親了 有沒有說為什麼 他沒有啊 小鳥和阿佑 你說上一季 上一季 好像從頭到尾都沒有解釋過 好像沒有說過 因為吉野誤會了他們兩個 就是因為那一幕他誤會了 阿佑是喜歡小鳥 不是親了的 好像是剛剛他背著了 所以吉野一直以為是阿佑喜歡小鳥 小鳥又說他喜歡的人 小鳥是他 誤會了 其實是個誤會 後來到第二季 其實是一個喜歡他的 他後來後知後覺 小鳥又以為吉野和他想說分手 因為其實真的有個巧合的 每次都是阿佑和吉野一起的時候 可能說了一些說話 就被小鳥聽到 受傷害 對,被小鳥聽到 小鳥就變成覺得阿吉野可能其實 其實是花心 對,可能是因為他跟阿佑 有些興趣比較傷頭一點 話題又多一點 但是跟小鳥就真的說公事 這樣 變成小鳥其實都有點 沒什麼信心 其實對這段感情 或者對吉野可以這麼說 但是吉野可能是衰的 他自己有 即是性格 即是比較 對,有一點點 還有可能 他沒有被忌 看到我們一起去旅行 叫誰誰 他完全沒有想過 有什麼情況 他沒有考慮過 他沒有受傷害 天然 所以搞到這麼多誤會出來 對 還有與你本身 可能幫你的心 很容易受傷 他也不太喜歡說自己的感情 對 他也是想起自己一套 就當作是 對 就當作是 所以他最後攤牌說 吉野 你其實 可能追阿邱 還是怎樣 分手 等等 那變成吉野 發爛爛 其實也對 吉野 因為他開頭 實在太 沒什麼表達自己 可能他 依賴小鳥 或者 兩個都依賴 當作是 沒什麼問題 誰知道 到小鳥提出分手 他就醒覺了 原來 其實我是喜歡小鳥的 我是很緊張小鳥 他很想休 休不在 他也說不出稿 但是你已經有一個不同的定位 但他怕 如果不喜歡休 他不來幫你畫稿 他會怕 他應該會怕這個 他會搖壞不停 會有些少少 他一開始都擔心 因為始終他和阿邱 他當阿邱是好朋友 如果不喜歡他 就批掉他 戒心不會找他畫稿 其實當作是一個好朋友的拍手 對 沒有想過會 會做戀人 對 成為戀人 變了 你這個關係 其實都會很奇怪 因為後來阿邱都說 都沒有說會放棄的 阿邱都說會 努力做出色的男人 出色的男人 等你喜歡我 不知道你出色 不要理解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出色 金會爆短幾大 小野志那邊又攤得太快 小野志那邊 其實是 我想他趕第三批說多些 也是 太少了 對 很少 所以我都想他今次說多些 長泰 長泰 和阿黃 阿黃 那一批 可能遲些會被別玩 上一季他們還沒發展過 小野志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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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他們這批是很快 即是今次還沒醞釀到 所以我們要加些今次才下去 因為他經常說律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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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看 很常說 他一合他一起 這遊戲結束 一完蛋 所以怎樣都要 一直彈 他也要進展 他有 有進展 過生日 他是有進展 但是他做了這麼多事 發生了這麼多事 他都不肯承認 自己是喜歡 沒得這麼承認 這隻很痛 他要承認 這張是奧eren 不全都是奧客 是奧客 嘴吐在身上 身上 是他的品牌 我好像是起床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真是說他風秀巴是什麼 我沒理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電腰很痛 所以他飲大了 另外我都很喜歡去OP和ED OP就是上季那個 水準也差不多 上季沒有說到的 你抽起一首歌你不計劇情 給別人聽有個愛情歌 有個苦歌 我喜歡他的鋪牌 比上季的鋪牌好一點 他這次比較平均 三對都會平均 上季主要是 阿律和高野 這次和OP三對都比較平均 我都很喜歡裡面的小肚子 我覺得很有趣 很可愛 就是這樣 那也是這句 有什麼補充 就是承繼上季的心理描寫水準 其實上季只不過是剛剛開 你可以說一個字 很頻密 現在這次就開始解決了 解決了感情問題 開始進入高潮 希望今季有一個完滿的結局 變得 bit 還未 還未 說完 還未 其實其他講他們一起 都會 三個沒有 兩隻 taxpayers都可以 還可以 跟著說有關於宇宙編出部 其他人 有很多人 雖然感情很到位 但還是太負 放明是負雞,不是太負 接受不到的就不要看,接受到的就看上去 其實已經很好了 下一集